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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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听到没有 不然弄你 连个外卖员都打不过 你可真弱啊 巫妖 别给我站着说话不要疼 这小子力气贼大 有些邪门 我信你试试 垃圾就是垃圾 这个逼我乌鸦装定了 朋友 给我一个面子 放了他 滚蛋 你说什么 敢狠我这么说话 都给我上 弄他 向他见识我们南拳包的厉害 一起上 这外卖员怎么还随手带钢棍啊 怎么 怎么回事 我们的人全部都被打倒在地 你 别过来 不然我报警了啊 感谢您的五星好评 耶 保持了我百分百五星好评率 万帆奖励自己一根大鸡牌 我怎么感觉他有点熟悉 当然熟悉 当然熟悉 上个月 东边的飞车党也被他揍了一顿 你是说那个 一个月之内狠扫七个帮派 把六个老大打得重伤住院 二十五个小弟 打出心里阴影 却只是想要个五星好评的男人 感谢您的五星好评 没错 就是被称为暴力外卖王的秦灵 喂 王叔 什么 你找到他的消息了 我知道了 马上来 王叔 为什么关门啊 快开门啊 这是什么地方 看上去有些阴森恐怖啊 这里好黑啊 你真的在这里 臭老头 你要在里面就支个身啊 你 你唱两句也行啊 这么早 就让他接触这些东西 会不会太着急了 作为他的儿子 这是无法逃脱的宿命 不过一个普通人 的确无法对付那种东西 我会随时准备出手救下他的 哎 还愿他不要在里面出什么事才好 什么 你 你这么快就出来了 王叔 管好你们精神病院的病人 我还以为是我爸呢 以后再有这些发疯病人跑出来 麻烦你自己处理 还有你们精神病院的伙食也太差了 你看把别人都饿畸形了 难怪会发疯 王叔 我来这里半天了 我再问一遍他到底在哪里 他希望你原谅他 我九岁的时候 他留下一笔钱 便神秘地失踪 两年后才回来 十五岁的时候 他又留下一笔钱消失 回来之后便住进了精神病院 一年前 他又消失了 前两次 我都可以原谅他 但第三次 我绝不 因为这次 你居然一分钱都没留给我 你知道这一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我起早谈黑送外买有多痛苦吗 你不知道 所以也没资格劝我原谅他 好吧 我原谅他了 不愧是他的儿子 李叔 那你慢慢玩 我先走了 等等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他是什么吗 他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吗 不就是个营养不良的精神病人吗 你们医院对病人真差 小心被举报啊 李叔 你可真是心大 你看好了 我说你是不是给病人喝河废水了 咋还变异了呢 病人病人 哪个病人会是这个样子的 这叫异灵 什么河废水便疫 那是岛国人的特产 异灵是什么 所谓异灵是一种特殊的生命体 大约两个世纪以前 世界的各个地方相继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磁场 被称之为玉 而异灵就是从玉中诞生的生物 这么玄乎 李叔 你讲的这个灵异故事 总觉得在哪本爽文里看过啊 不过话说回来 你这个所谓的异灵长得也太丑了吧 异灵不看颜值 看的是实力 它们不仅强大而且暴躁 每年都会有无数的人类 亡于它们的手中 你赶紧放下它 很危险的 小心 李叔 这就是你说的杀人无数的强害异灵 这玩意儿除开非常丑 我也没发现有多强啊 一击就结束了 虽然这只是最低级的异灵 但星亿一拳就打倒了 这力量为民也太恐怖了 还有事吗 我得送外卖去了啊 要不然今天的任务完不成 又要被扣钱了 我给你介绍一份新的工作如何 底薪多少 朝九晚五 周末双修吗 买不买五险一金 暂时不能告诉你 但月入十万不是吗 搞传销的也这么说 我还是安静地当个外卖元算了 李先生 你看 无妨 他会回来的 一灵已经找上他了 别过来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别 别灭我们 这位绷带大哥 你 你是要地毯街吗 给你就是了 你们身上有那个外卖人的气息 他住在什么地方 你说的是暴力外卖网 他具体住什么地方 我们也不知道 让他们去找 把他给我找到 喂 秦灵 终于联系到你了 我是李海彪啊 彪子 什么事啊 下周同学聚会 你去不 不去 一群人穿得人五人六的 在那里装逼炫耀 我看不惯 也忙得很 没时间啊 咋不去啊 大家毕业这么长时间了 好歹拒绝 而且 我听说 最近叶飞灵也在归海市 来这里 是为了接手叶家 在归海市的生意 叶飞灵到时候也会去 你们作为大学时候的 神雕侠侣 你就不想见见前女友 叶飞灵 彪子 我先挂了 还要赶着送外卖 叶飞灵是我的初恋女友 她气质出尘 家境显赫 在大学的时候 我俩被称为神雕侠侣 我就是那只雕 叶飞灵是女神 毕业后 我们并没有说分手 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 身份地位的差别 我们不可能走到一起 所以 我们选择了默默散场 连再见都没有说一声 您有新的外卖消息 怎么回事 居然这么偏僻的地方 还是送吧 今天的任务没完成呢 这么偏僻的地方 谁在这里点外卖 您好 您的外卖也送来了 麻烦来取一下 是你们俩 故意迎我来这么偏的地方 你们真是想报仇 好快 这种速度 根本不是普通人 能够拥有的 怎么会这样 脸居然被我砸碎了 还没有血迹 对了 同样没有血迹 难道是谁的恶作剧 这是 什么玩意儿 你是谁 奉弹不得了 见识到异灵的强大了吗 李叔 你来了 快点放我出来吧 先考虑一下 要不要跟着我工作 不 我誓死不尽传销 很好 我靠 李叔 你不能借死不救啊 你这样做 对不起我老爸 我挂了 我们家就绝后了 没事 比老爸身体好 可以摇二胎 我同意 可以 这就对了嘛 早答应不就好了嘛 好孩子 这种异灵 名为偶似人像 是一种低级异灵 它会先将人类的血液吸干净 然后做成傀儡 不过 偶似人像一般都出现在偏远的留守地区 不应该在这里啊 都这个时候了 就不要装逼了好吧 出手啊 那就先送你上路吧 哇 李叔 好厉害啊 你从哪儿搞来这么大一座门 哇 里胡烧的 厉害吧 我的门是不是很气派 高大上 想学吗 想学 强大如偶似人像 也挡不住这门的一击 臭小子 不让你看看厉害的东西 你还真不上钩 跟我来 王叔 你这里真的是精神病院吗 精神病院需要这么大个门吗 废话多 跟上 到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 守灵屋 守灵屋是什么 守灵屋是专门处理翼灵的机构 当归海事发生翼灵事件的时候 相关部门便会将守灵屋发出委托 而守灵屋就会前去处理 罪行严重的翼灵会当场处决 比如你看到的五四人像 而罪行轻微的翼灵便会关押在这里 那你们真实的身份是 那你们真实的身份是 遗传 自从发现翼灵的存在之后 我们人类便一直在寻找对抗他们的东西 上七年前 一位前辈发现了门的存在 并且利用门获得了对抗翼灵的能力 从那以后便诞生了阵门人 而你之前看到的那道门也属于我 所以我爸也是保安咯 是阵门人 就我爸那种油腻中年 也能成为阵门人 门槛是不是有点太低了 有些事你以后会明白的 现在我要带你做一件更重要的事 跟着我 你说你能不能松开我 这姿势有些怪怪的 少废话 这里便是守灵种 一个独立于世界之上的空间 只有在阵门人的带领下才能进入 每一名阵门人在雨面之后 他的门就会回归守灵种 等待选择下一人的主人 这里所有的门 都有着一段悲壮的过去 好好感受它们 这门人离我 你解除我以前被选择了 去吧 能不能成为阵门人 就看你的运气了 嗯 这什么情况 所有的门都往它飞去了 铁夫如此致强吗 这也太夸张了 这些门都很喜欢我呀 看来 你天生就是当这门人的料 这是怎么回事 这些门要做什么 不知道 从没见过这种条件 他们似乎在迎接什么 好强大的压力 这是被封印的门 你说什么情况 一般而言 这门人与命之后 门就会回归守灵种 等待选择新的这门人 但也有极少的门 因为对于前任这门人的感情极深 所以会自我封印 不再选择任何正门人 既然选择自我封印 为何还会出现在这里 胸口好账 这是什么 请问 睡觉中门给你用 无事物人 不仁弄死你 这是看不起我吗 就我这暴脾气 我 小的知道了 这便是阵门人专有的力量 名为门力 有了门力 不仅能让我们看到 普通人无法看到的翼林 并且像之前 偶撕人像束缚你的网 便可以轻松地摧毁 奇妙的力量 我感觉自己 从未有过这么强大 出去吧 等你完成第一个任务 你才能正式成为阵门人 你回去好好休息 给你一些时间 消化一下今天看到的一切 明天 跟我去完成任务 我觉得还好 为什么给我时间 怕我做任务的时候挂了吗 对 说得这么直白 我真有些后悔了 现在后悔真的晚了 去吧 成为阵门人之后 你和普通人 基本就是活在两个世界了 尤其是你的另一半 不管你有没有女朋友 现在你都没有女朋友了 什么意思啊 这和女朋友有什么关系 因为阵门人的另一半 不能是非阵门人 也就是说 你以后要么不结婚 结婚的话 必须是阵门人 阵门人 只能找阵门人 这是为什么 不知道 这是禁忌 从阵门人诞生之起 就是如此 你给我听清楚 不要妄想着打破禁忌 后果会很严重 有什么后果 这么说 我的母亲也是阵门人 曾经有强大的阵门人 和普通女子结婚 最后还生下了孩子 然而那个孩子 是一个强大的依领 一出生 就把自己的母亲吞噬 接着 连强大的阵门人父亲 也被吞噬掉 三大阵门人家族出动 才镇压住 那个可怕的依领 这么恐怖的吗 去吧 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明天记得 前来报到 小时候 因为父亲经常消失 有一段时间 我是在这所孤儿院里度过的 不管怎么忙 我都会时常来这里看看 是秦铃哥哥 秦铃哥哥 你去哪里了 我们好久没看到你了 秦铃哥哥 我们去玩吧 好好 一会儿哥哥就陪你玩啊 来 给你们带的 拿去吃吧 哇 好多糖果啊 谢谢秦铃哥哥 走喽 去吃零食喽 刚才飞铃姐姐 也来看我们喽 叶飞铃 她竟然来了 还真是意外啊 以前上学的时候 叶飞铃经常陪我过来 分开这么久没联络了 没想到她还会到这里来 笑铃啊 你也来了 杨阿姨 最近还好吗 好 挺好的 好孩子 总是不忘记到这里来看看我们 飞铃刚走 你没有碰到她吗 你们以前可都是一起来的 怎么了 你们闹别扭了 没有 阿姨 最近刚逼 事儿很多 下次我们一起来看您啊 来 快坐下 你们下次再来的话 可能就看不到我们喽 杨阿姨 怎么回事 院里出事了 需要我帮忙吗 好孩子 对院里的事情这么伤心 唉 这里可能马上要拆迁了 拆迁 好好地为什么要拆迁 小灵 你有所不知 这所孤儿院虽然设立了很多年 但其实一直没有办理正规手续 最近听说有人看上了这块地 就来劝说我们拆迁 如果拆迁了 那这些孩子们怎么办 不知道 只是说他们会找人收养这些孩子 但我怎么能放心这些孩子 杨阿姨 你别担心 回头我想想办法 不管怎样 如果这些孩子不能让我放心 我是不会同意他们拆迁的 杨阿姨 你别担心 孤儿院的事情 我会想办法的 秦林哥哥 拆迁了 是要把我们都送走吗 我舍不得院长和朋友们 我不要跟他们分开 秦林哥哥 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秦林哥哥 再也吃不到哥哥的糖了 你放心 这里不会拆迁的 你们随时都能见到秦林哥哥 糖也多都有 不过呢 可不能多吃哟 杨阿姨 我先走了 哥哥再见 喂 李叔 是我 秦林 明天才去做任务 不用这么着急 李叔 我想问问你 我们正门人是不是特别厉害 权力很大 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 毕竟我们是在保家卫国 守卫人类 你小子问这个吗 是不是想干什么坏事 拆迁的事管吗 不管 这种小事都不管 还敢说权力很大 那我们管的也太宽了点 你就是秦林 站这里听好了 我有几句话 为你 你要知道 这事由不得你 我今天带了两箱子的东西过来 行吧 我屈服了 给我吧 你干什么去啊 你放心吧 这两箱子钱我收下来 我会离开叶飞灵 钱 什么钱 你给我这两箱子钱 不就是要收买我 离开你妹妹叶飞灵吗 这都是什么玩意儿 一箱子纸 那是合同 让你保证离开我妹妹的合同 你想什么呢 你想什么呢 弄两箱子合同就让我屈服 你是不是以为我好欺负 我不管你好不好欺负 赶紧把合同签了 保证离开我妹妹 不然你今天别想站着离开 看来你是真以为我好欺负 大哥 上车 我今天让你坐着离开 变脸得真快 大哥 坐得舒服吧 你和你妹妹叶飞灵太不一样了 你真是她哥哥 那肯定不一样啊 我妹妹叶飞灵 那是当做叶家的继承人来培养的 我就是个出门 以后不会有任何来往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你们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喂 彪子 我还要去讨计 那我会去供应该 我都不讨计 我会去参加 到了 就是这里 盼星星 盼月亮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同志 我们等得好苦呀 你们再不来 我们是真的撑不下去了 你好 我是 先说说怎么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 话说三个月前的一个早上 我们都还没有上班 我早饭的包子还没啃完呢 就 说重点 就来了报警电话 我赶忙把包子啃完 准备接 我走了 别 说事 大约三个月前 小区的居民每天深夜 都会听到有人敲门 询问买不买房 买房吗 但打开门后 门外根本没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现象越来越频繁 我们调取了小区所有的监控 都没有任何发现 派了三多人蹲守 也一无所获 这种小事也找我们 从描述看 就算有一灵存在 也在小区外保护你的 你干脆跑到归海室外 保护我算了 你放心 我会一直待在小区外 保护你的 你干脆跑到归海室外 保护我算了 这是对你的考验 去吧 唉 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大半夜过去了 怎么还不出现 再不出现 我真的要准备睡觉了 买房吗 唉 来了 买房吗 买不买房啊 不现够打五折哦 打五折 还有真好事 靠 这么丑 你能看到我 怎么 你会隐身吗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刚才还说的买房不限购 还打五折 是不是真的 你的关注点能不能不要在奇奇怪怪的地方 我可是异灵 位置在什么地方 面积多大 首富多少 商品房还是公寓 乌业是什么公寓 主编配到什么地方 交通方不方便 你能不能尊重下我 我都说了 我是一灵 你敢打我 清醒一点没有 快回答我的问题 回答回答 回答你大爷 下敌意吧 痛痛痛 这种力量 难道你 你是正门人 很聪明 快回答我的问题 不然我再给你一拳 别别别 那都是我瞎编的 只是为了吓人 我一个一灵 怎么可能卖房啊 你欺骗了我纯真的感情 那就 只有送你上路了 不不不不 你不能灭我 根据你们正门人的规矩 我顶多就是被关押 哦 懂得还不少啊 你说的不错 但你害人隐命了 就只能被处理 嗯 不要啊 人不是我灭的 嗯 不是你害的 那是谁 呃 我不能说 说了我会没命的 嗯 你当真不说 你现在不说的话 你马上就会没命 哎 好吧 我说 我叫张东 原来是归海市有名的金牌房产经纪人 靠着卖房生活副主 但没人知道我讨厌卖房 我讨厌伺候那些人 我恨不得永远见不到他们 可惜我没有办法 我得靠着他们才能生活下去 直到有一天 我终于承受不住 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在那个时候 我遇到了主人 他告诉我 可以帮助我重生 摆脱自己的命运 于是我成为了主人坐下的一灵 并且憧憬迎来更好的生活 根据主人的命令 我负责将小区里的人全部下走 我开始喊过很多口号 最后发现只有卖房最能引起大家的关注 我没想到的是 我都成为一灵了 还得靠着卖房的口号来吓人 我没想到的 我没想过害人 但是就在昨天 主人实在太禅了 于是他动手宰了一个人 你的主人在哪 他 来了 你敢把我的事说出来 这是背叛我 张东 请原谅我 请原谅我 背叛我的人都得灭 我这么大个人站在这里 你都看不见吗 区区一个刚进生的阵门人 谁会在我 你连自己的力量都无法驾驭吧 就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 你板子很大 也很美味 我把你做成酸菜鱼 也很美味 你就这点能耐 好强 这个光头和张东 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异灵 甚至还超过了之前的偶斯人像 这是什么 你在我眼里跟其他的食物没有任何区别 烧掉你的粘液 没用的 你这种等级的门力 根本无法对我施展的超强粘液 造成任何破坏 烧掉粘液 轻而易举 不可能 你的门力 怎么会烧毁我的超强粘液 你一个新阵门人 门力为何如此充沛 门力果然好用 看招 该死的食物 给我滚 我要你下地狱 我要你下地狱 狄孤这个光头了 敢伤我 我要把你一片片剥下来做自身 你真以为我就这点本事吗 林叔 救命哪 出事了 老大 可是他有危险 我不能不救 好吧 我明白了 小子 你可千万要挺住我 你不是在召唤门 我是在召唤李叔 他可厉害了 你最好现在束手就擒 不然他来了 能把屎给你打出来 出现了 老大判断的没错 那道封印的门真的打开了 他 到底是什么 其实太强大了 老人几乎闯过气来 每一次出现 都震撼无比 大哥 求求您收了神通吧 我压力好大呀 那就不再展示我强大的实力了 收 怎么不动 大哥 那是你的门吗 我再试试啊 大哥 我求你回去吧 叫我女王 女王 门是个女的 女王 我求你回去吧 你干脆等我挂了来收尸算了 有点事 耽搁了 耽搁个屁啊 差点挂了你知道吗 说好的信息中保护器呢 你人在哪儿 忽悠我当正门人的是你 偏要说会保护我的也是你 关键时刻掉链子的还是你 是你是你还是你 你干嘛 我让你冷静一下 现在好了吗 不行再来一拳 我现在好冷静呀 我知道你埋怨我不来救你 但你要清楚 阵门人的职责就是和异灵对抗 稍不注意就会牺牲 没有人会时时刻刻保护你 我明白了 小子 景山精神病院 欢迎你 不 我没犯罪 我不要被关进去 反抗无效 不要啊 哎 李叔 我还是有些不明白 门到底是什么 关于门是什么 它的根源是什么 其实我也不了解 也许 独立于我们官方阵门人组织之外的 九大阵门人家族会知道一些 九大阵门人家族 照前孙礼 周无正王 这便是九大阵门人家族 你是欺负我不识数 还是没有读过百家姓 明明是八家 而且还是百家姓的开头 三岁小孩子都知道 照前孙礼 周无正王 这是其中的八大家 我并没有说错 而百家姓 一灵能这么厉害吗 能灭掉一城一国 不然你以为呢 虽然灭国籍的一灵很罕见 但是灭城籍的 未必就遇不到 实际上 世界各处很多超自然灾害事件 就是一灵导致的 比如 大爆炸 王宫城大爆炸 南极之门等 这些无法解释的超自然事件 竟然都是强大的一灵导致的 这些都不能让普通人知道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现在 你知道这门人在背后 不知道阻止了多少灾难 付出了多少牺牲了吧 李叔 你刚才说的高端之门 是什么意思啊 门还有高下之分吗 有 我们所在的官方正门人组织 大多数掌握的 都是普通之门 只会给我们提供门力 而九大正门人家族的门 则高端的多 据说 少数天资卓越的幸运儿 会被神灵选中 神灵 作为他们在凡间的代理人 赐予他们神灵之门 普通的门 里面都是空的 有些强力的门里面 会有一些气灵 或者寿灵 这已经很罕见了 而拥有神灵之门 不但自身的门力雄厚 门后居住的更是神灵 神灵 这太令人震撼了 世间真的存在神灵吗 李叔 我的门后面有个女人 她是不是神灵 我一开始也有所怀疑 然而并不是 因为我并没有在你的门上面 感受到神灵危压 你的门 可能是一个特殊的寿灵吧 不过 这已经是百里挑一了 属于高端战地了 要知道 大多数守门人 门的里面都是空空荡荡 好了 其他问题我日后再给你解答 现在我要看看 这小区有什么异常 你回去吧 哦 好 从残留的气息上卡 被干掉的异灵 已经接近序列 但为什么 它会愿意藏在这样的小区里呢 啊 这里有古怪 这是什么 一口巨棺 之前的院灵留在这里 就是看守这里面的东西吗 这里面有什么 开 空的 弱小的阵门人 神秘的门 我们会再见面的 李叔 你把我带到这里来做什么 之前跟一灵交手的时候 你就没有感觉到别扭吗 的确有种别扭的感觉 明明我的门里很充沛 但就是无法给对方实际性的伤害 那是因为你没学解术 解术 那是什么 数学的话 我实力还是可以的 跟你读书的数学无关啊 简单来说 门力就相当于流淌在我们身体里的水 单纯的释放水 所造成的伤害非常有限 但使用高压水枪就能将威力提升几十上百倍 而解术就是提升门力伤害的方式 根据门力消耗量和使用的难度 不同的解术威力也不同 不过以你现在的门力程度 也勉强只能施展一次解术 看好了 解术 破空 破空 哇 破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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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再来 为什么不行 我明明就严格按照方法出拳了 李叔 要不你再教教我 人呢 李叔 有话好好说呀 你把我关起来干什么 开门哪 学不会破空 你就不要出来了 学就学嘛 你不用把我关起来吧 李叔 快开门 要出人命的 李叔 你真狠啊 恭喜你 在规定时间内学会破空 他真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学会了 不愧是老大的儿子 果真是天赋一饼 怎么样 你还好吗 你看我像好的样子吗 差点就没了好吧 还好在最后时刻我打出了破空 要不然李叔你这白发人就得给我烧香了 不过这破空也没那么难学嘛 五分钟不到我就学会了 我是不是个天才 还可以吧 就还可以 李叔 你当初用了多长时间 我 当然是比你用时短那么一丢丢 我当初可是周族用了两天 你这五分钟太打脸了 绝对不能说实话 李叔竟然比我用时还短 看来我要继续努力了 五分钟才使出了两次破空 这怎么行 什么 你说你连续使用了两次破空 对啊 难不成我一拳灭掉两只 实战破空对于门力的消耗极大 对于刚晋升的正门人而言 使用一次都已经是极限 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 使用第二的锻炼身体 送外卖 送外卖不是为了挣钱吗 怎么能算娱乐 我的娱乐就是挣钱 只有金钱才能让我快乐 现在为了当正门人 我唯一娱乐活动没了 我的快乐没有了 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啊 提前给你预知一下 记住 以后不要送外卖了 我们这一行还是保密要紧 我安理说 你就是我快乐的源泉 这座精神病院 是我们正门人 在归海市的临时据点 以后有事就在这里捧面 行 李叔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哎 早知道就不答应 去这个同学会了 刚刚打完怪兽 又需要休息 这还打电话过来催了 精灵 你到哪了 大家基本都到齐了 就等你了 快了 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哇 终于到了 你找死啊 骑这个破摩托车 不值得让路吗 住嘴 叶飞灵 是 小姐 好久不见 秦灵 好久不见 飞灵 这人是谁啊 也不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 一位同学 秦灵 同学 确实只是同学 秦灵 我叫振天宇 今天闲着没事 陪飞灵过来参加你们的同学聚会 你们不介意吧 不介意 A制别忘了拿钱就行 看你这身衣服有些熟悉 你这是在哪高就 谈不上高就 就是同事有个几百万的公司而已 那可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那你做什么工作呢 也就是投放人类生存的基本保障物资 解决人民的刚需问题的 说得这么高端 你以为我看不到你胸前的外卖胸牌吗 清灵 我们进去吧 好 最近日子不好过 好过 好得很 好过 还去送外卖 你看不起送外卖的 我可是归海市 唯一一个保持百分之百 五星好评的男人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给你 打住 你不可以 好吧 也分开了 这家伙看来又有想法了 有想法也没用 叶飞林不会看上你们这里任何人 你谁啊 你好像不是我们同学吧 你咋混进来的 是不是来骗吃骗喝的 什么骗吃 我会在乎这个 我是和叶飞林一起来的 听到没 A制的分子钱交了吗 我就和你们没有共同语言 清灵 这白毛谁啊 他不说了吗 叶飞林跟班 我自己开个小公司 管百八十个员工 也算是混得一般 真正混得好的 其实是赵云昊他们那桌 叶飞林 赵云昊他们 才是真正的厉害 他们那桌 不是家世显赫 就是本身出众 人比人呢 确实气死人 秦灵 话说你之前和叶飞林 毕竟是男女朋友 还是神雕侠侣 怎么不去叶飞林那桌 我喜欢与民同乐 秦灵 这么久没见 你还是这么幽默 我妈妈妈 也就你觉得清灵幽默 这家伙是怼死人不偿命 我记得大学时 你就对清灵有好感吧 现在他被叶飞林甩了 你们可以在一起了 你 你说什么呢 对了 你们听说了没有 最近归海市出了不少诡异事件 我也听说了 好像前阵子东陵小区内 有恶灵专门半夜敲门 让人买房 这种事情 其他城市也发生了不少 秦灵 东陵小区的事情 你听说了吗 好像最后警方调查 抓到了一个神经病患者 不过 大家都不太相信 我劝你们这种事情 你们还是不要太不好奇 这不是普通人能了解的事情 你咋又回来了 叶飞林那边太是欢迎 我在这里指使你 秦灵 你就是归海市人吧 东陵小区的事 你听说了吗 没有听说 一灵一旦出现 确实会弄得人心惶惶 这种事情确实需要保密 不过正如大家所说 一灵作祟的事情越来越多 守门人和一灵这个群体 恐怕迟早要曝光 来了 哥哥 哥哥 秦灵 我们也喝一杯 彪子 看你愁眉苦脸的 有心事 没啥心事 就是工作不好找呗 你不是回家 接管你爸的养殖场了 想知道吗 想 而且很好奇 说实话 我今天来参加你们的同学聚会 就是来看你的 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能做叶飞灵男友 给彪子安排一份工作 我就告诉你 可以 月薪过万 周末双修 无险一惊的那种工作 可以 我们正家在归海市 还是有些产业 一个工作而已 小问题 答应的这么痛快 你说实话 是不是想用我的方法 去追求叶飞灵 这 不用你管 你只管告诉我 你的条件我都答应 行吧 那我就只好把我最大的秘密 告诉你了 你快说 其实 加油 他说啥了 这小子又在玩我 叶飞灵先追你 说出去谁性 骗谁呢 你还别说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 大学时 秦林真没有主动对叶飞灵示好 是叶飞灵先追求的他 这不可能 叶飞灵怎么可能主动追求别人 秦林他何德何能 我绝对不相信 你说叶飞灵的身份 比我们想象还要显赫 那我也告诉你 秦林的厉害之处 也超乎你们的想象 如果是这样 那么叶飞灵之所以来参加 这么没有营养的同学会 其实 而且他还对秦林 不行 必须要阻止他 秦林 有事 秦林 赵云昊如今的身份 今非昔比 现在是我们龙国某特别部队的队员 权力极大 你尊重点 过来说话 秦林 一晃好几年没见了吧 还记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因为飞灵的事情 进行过决斗吗 记得 当初你被我打掉了两颗门牙 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 那都是老黄历了 你就不能不提了吗 学生的时代 你是很了不起 但是我已不是当初的我了 今天 飞灵和其他同学都在 我们就当给大家助系 比一场怎么样 不比 你说你这么大人了 怎么还像学生一样这么幼稚 怎么你怕了 不敢了 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怂了 哎 同学 我主要是怕我不小心 把你打废了 到时候还得送你去医院 太麻烦了 秦林 来吧 别让同学们看不起你 同学聚会 怎么便打架了 秦林 别跟他一般见识 飞灵 这种事情 你不应该管 你教我做事 哼 你和他 终究不是一路人 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这是自古以来的禁忌 我知道 不用你提醒 飞灵 我们男人的事情 你就别管了 一夜以后 我就进入了军队 高强度训练了三年 退以后进入特别部队 处理一些你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赵云浩 你要在同学会上装逼 我不拦着你 你踩我装逼 就是你的不对了 哼 那没办法 谁叫你是叶飞灵的前男友 不过 你看到没有 叶飞灵对你腰挨揍 无动于衷 这说明 他现在一点都不在乎你了 既然你想和我打 我成全你 开始吧 各位同学 秦灵答应和我打了 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什么是格斗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我现在是专业的人了 还是不会伤害老同学的 只是为了 了学读书时候的一点点遗憾罢了 顺道教教同学们遇到危险的时候 该怎么保护自己 大家看好了 赵云浩 以前读书那会儿 你也没这么多废话 咋的 进入系统后 都会变成你这样 我去 天生神力啊 他还是很强 可惜了 终究只是个普通人 没有获得认可的人 永远都成不了气候 可恶 秦灵 你等我把话说完啊 我正在跟同学们普及知识 你这是偷袭 我预见不得你们这些 搞形式主义的人了 我已经说了开始了 你还在那儿叨叨叨 先走了 站住 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呢 那你追上来继续 飞灵 我们也走吧 这次可不是来游山玩水的 别忘了 我们这次来归海市的任务 走吧 可恶 不要啊 不关我的事 我求求你饶了我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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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叔 你可千万不能放过他 哎呀 啊 啊 我尽力啊 就算你们俩联手 我也丝毫不惧 你不要嚣张啊 出手吧 三个圈带一个五 要不要 过 我又赢了 给钱给钱给钱 好 我们马上到 有新任务了 你以前就是送外卖的 这次的任务 就是关于你的前老板 周上志 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饿了美 垄断了整个 龟海市的外卖业务 我只是个底层外卖员 根本见不到周上志 不过我对他印象 不是太好 周上志最出名的 就是花式压榨员工 只要有投诉 就会将外卖员当天 所有的工资扣除 简直是现实版的周八皮 所以我那时候 才会追求百分之百 五星好评 被大家称为 暴力外卖王 两位请进 周总就在里面 身体不太好 没办法起身迎接 请见谅 无妨 警察局的叶局长 向我介绍了你们 希望你们真能帮我解决这件事 说说怎么回事吧 一天前 我们公司的外卖员 接二连三地失踪 到目前为止 已经失踪了十三人 外卖员流动性很大 确定是失踪吗 如果仅仅是这样 根本用不着你们 但诡异的是 既然他们是来处理这件事的 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那是什么东西啊 没失踪一名外卖员 我的肚子上 就会莫名其妙地 长出一只眼睛 他们就像水质一样 不断地吸我的血 我来看看 它是活的 这种东西名为铜 乃是翼灵的一种半生兽 自身并没有意识 应该是被其他翼灵操控的 接下来我会利用它 找到翼灵 可能会有点痛苦 结束 运动 这是翼灵的寄生铁 附近一定有它的母铁 来了 哼 接下来 我们就只需要 等着看好戏吧 还是老规矩 我在楼外保护你 你干脆回家睡觉吧 正靠你保护 我早就挂掉了 这里翼灵的气息越来越浓 应该就在这个废弃建筑里 来了 滚 这些触手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难道是寄生周上之的母体吗 鸡 有人的生命 这是 虎哥 我 我这是在哪儿 小灵 你怎么在这里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也是被抓到这里来的吗 一个月前 我们群里的兄弟 接二连三地失踪 我放心不下 便跟着他们失踪前的路线寻找 希望能找到一点线索 当我经过这栋楼的时候 突然眼前一黑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既然唐虎还活着 那剩下的外卖员应该也还活着 虎哥 你还是那么热心啊 竟然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 唐虎一直就是个热心的人 不管谁有事 他都乐意帮忙 正因为如此 我做外卖员 照理来说 这么重的气息 应该就在面前了 小灵 这里好冷啊 这是失踪的那些兄弟 他们都被怪物吃了 终于还是来了吗 倒是省去了费力去找了 正好给我的外卖兄弟们报仇 这下没法藏了吧 让我看看你长啥样 这是 虎哥 倒是 优优独播剧场——Yo Loan